Hello George 我們今天要做Letter Names第17頁 我們先量好手位 沒錯 然後我們放在鍵盤上 今天因為要學bass clef 所以就只擺左手 記住要做好nickel sub 拱橋要做好 先擺好手 沒錯 這版第17頁 其實是學過什麼音呢 學過A音 A 好了 在這個鍵盤上 你看到有幾個黑鍵 3個1 2 3 3 black key group 下面住了4個小朋友 住了4個白色的小朋友 你記不記得 F G A B 好 下一組就是2 black key 住了3個白鍵 Right key S C 非常好 你很肯唱出來就很乖 為什麼要唱呢? 我們只是彈琴 唱你才會聆聽到自己的音 所以就要習慣唱了 很多小朋友去到6級 7級開始 我叫你不如你唱一下 唱到走音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他小時候 完全沒有習慣去唱 所以你現在很乖 你開始肯去唱 Latin names 即是耳朵打開 不是用眼睛來彈琴 用多些耳朵來聆聽 好 所以功課就請我們 只是圈了A音 A音是穿著第幾條線 看一下 1 1 2 3 4 5 穿著第五條線 那個就是 我這裡寫了三字給你 即是提理 你彈起來的時候 你就要用三手指來彈A 那你的Fingering指法就會是對的了 那除了我們彈 不是只彈A 我們是嗎? 全部音我們都會彈完 他的 還會做一些拍子 是不是? 那不如我們溫習一下拍子 先看一看這裡 這個 這個是Minim 二分音符多少拍? 兩拍 兩拍 如果我們是以四分音符 一拍 Four Four Time的歌仔 二分音符就會成為兩拍 那我們的Rhythm names 平時會叫做什麼? Half Note 對 就是兩拍 二分音符 好 這個Semi Brief 就是英國人用 中文記不記得是什麼? 全音符 四拍 我們平時Rhythm names 會叫做 Gray Bay Hole Note 對 Four Counts 美國加拿大人就會叫這個音符 做Hole Note 好 然後這個 黑蒙蒙有支棍的 我們平時會叫做Tah 一拍 一拍 Quarture 就是英國人用的 美國加拿大人就會叫做Quater Note 中文是四分音符 幾拍? 一拍 所以叫做Tah 好 我們就彈一下這一行的音符 對 我們先唱一次 A B A B C A 剛才只唱了Later names 今次要彈拍子 好 好 我們開著我們的好朋友 Machinon 拍子機 Dr.Beat 用60 一分鐘會打60 好 我們就來了 看著看看 有沒有擺好手 有拍子的 Tah 開始 1 1 2 Ready Go A B 2 3 4 A Yah B C Yah A 2 3 4 對 你會聽到我們會唱B 全音符四拍 我們會唱什麼 B B 2 3 4 如果我們遇到兩拍 A Yah 對 因為要Yah 因為它是兩拍 B就這樣唱B B B C Yah 因為二分音符兩拍 這個圓咕嚕的 A A 2 3 4 沒錯 我們有拍子 還會彈全部的音符 這樣就能學習到這本書很重要的知識 這個是第17頁 完成 厲害